安波足球快信 2022年3月26日 西暴联徽军有本事赢球 星期六下午 澳职联继续有好戏上演 布里斯本斯后 将座阵主场迎战西暴联 两队积分相差一半 双方实力高低显而易见 今仗不妨看好客军西暴联奏节而回 另外安波直播介事 将会有这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当照布里斯本斯后目前的状态而言 球队冲击今季季后赛 席位的难度都还挺大 布里斯本斯后现在只得到17分 排名积分榜到数第二位 距离第六位有超过两个胜场的差距 这一切都归咎于布里斯本斯后防守效率低下 2月份以来 球队八场联赛全部都有失波 还输了当中的五场 这种漏洞百出的防守 往往令到风扇所做的一切都变得徒劳无功 这个也严重影响更衣室的气氛 另外布里斯本斯后近四次面对西暴联 也输掉三场 当中都以0比1落败 今次在战以防守稳健著称的西暴联 布里斯本斯后 仍是难记厚望 在阵容方面 中场卓民因伤无波踢 同布里斯本斯后相反的是 西暴联今季整体表现令人眼前一亮 上季常规赛排名倒数之列的他们 现在在18轮联赛过后 即34分排名次值 球队甚至有机会争夺常规赛冠军补助 值得留意的是 西暴联还是澳职联防守最好的队伍 球队军场只输一个球 多达8场比赛零封对手 也是整个澳职联最多 在硬朗的防守支持下 路斯迪卡 同派组域所领涵的攻击线 可以更加放心地专注进攻 而西暴联近期遭遇连续三轮不胜 阵中球员肯定一股怨气在心头 今次面对实力较弱的布里斯本思后 西暴联系要将怨气发泄出来 你听着的是安播足球快信 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的赛前分析 赛后报告 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